回顾历史,我们会了解到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的,每一个王朝的兴衰交替都共同组成了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每一个王朝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时代特点,他们由兴盛到衰落再到最后的灭亡,各朝各代似乎都是这样的走过来的,可是在历史上有着这样一个王朝,它与其他王朝不同,纵观王朝的从头到尾都是可以用荒淫无道来形容的,甚至不少网友都称之为秦寿王朝, 没错,这一朝代就是北齐,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不一样的王朝,这里是妙文史,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欢迎订阅观看,开国初始,奠定变态即是高家的起源,还要从手握权力的高欢说起,高欢并不是开国皇帝,而是东魏时期一名手握重权的大臣,以至于皇帝孝敬帝也已经成为了他的傀儡,甚至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了,而这个高欢也是个狠人, 他虽说没能登上地位,但他的生活甚至比皇帝还要滋润,特别是在春宵之上,高欢这人又一个特殊的癖好,那就是喜欢别人的媳妇,他的后宫明媚正娶的老婆其实只有两位,其他的大多数是强抢霸占来的,其中还有很多敌人的妻子,而在迎娶众多小妾的事情上,高欢多少有点忘恩负义, 因为他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着自己的结发妻子娄昭君得来的,在高欢还是个穷小子的时候,娄昭君看到了他身上的无限潜力,主动提出要嫁给他,二人结合后,老丈人家给了高欢很大的帮助,妻子也曾多次帮他出谋划策度过难关,也算得上是一位女中豪杰,发妻一共为高欢生下了六男二女,其中有四个儿子都曾登上地位, 但他们也继承了父亲难改的变态行径,甚至还更加变本加厉,长子高成,完美,继承者作为高欢的继承者,高成比起父亲来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十四岁,他与自己父亲的妾室正大车私通,被父亲发现后,险些被包去继承者的身份,而后,他还不知悔改,又和自己父亲的妻子柔然公主共度春宵,甚至还生下了一个女儿,不仅如此,他还因为强奸叔叔的妻子,导致其叛变逃亡, 引起了芒山风波,除此之外,他还经常调戏弟弟的老婆,最过分的是,高成甚至为了和臣子薛珍的妻子共度春宵,将其强强入宫,在对方拼死反抗后,把薛珍全家满门抄斩,很过分是不是,但他还不是最变态的,更变态的还在后面,就是他的的弟弟高杨,高杨,高家的一朵奇葩,说起高杨,他也算是高家特殊的存在,就单拿出长相来说,高家上下都是靓男俊女, 要是当年没有他父亲那张英俊潇洒的脸,想必贵为众臣之女的娄昭君,也根本看不上他,但高杨这人,就完全没能遗传到父母的美貌,传说他的皮肤屈黑, 颧骨宽大,又有着和长相极其不相符的肩下巴,因此他并不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爱戴,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位不受父母爱戴的孩子, 却是兄弟当中智商最高,胆识过人的存在,根据有关传说,高城有一天向儿子们发起了一项测试, 项目是让他们解开缠绕在一起的麻绳,其他几个兄弟在为这个测验焦头烂额时, 高杨淡定地拿出自己的佩刀,就将这捆麻绳斩成了零碎的小段,这也是成语快刀斩乱麻的由来, 而另一次,父亲派出自己的将领扮成敌人的模样来测试孩子们的反应力, 其他几个孩子都面露惊恐,只有高杨从容地拿出武器要与来自相拼, 甚至在将领亮出真实身份后,他还不依不饶,而这份精神也很让父亲满意, 但这都没能成为他继承父亲位置的原因,但在父亲去世后, 为什么还是由他的哥哥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呢? 因为这事的高杨有些不正常,小时候特别聪明的高杨, 好像在长大后突然变傻了,他时常目光呆滞, 有时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别人问他什么, 他也吞吞吐吐,这个样子也经常受到兄弟们刺嘲笑, 甚至让生母对他都产生了厌恶之心, 高杨的不正常让当时的傀儡皇帝孝敬帝十分安心, 甚至对他产生了些许好感,直到骑兄高成突然被刺死, 高杨的狐狸尾巴才终于暴露出来,高成被刺杀后孝敬帝的心情大好, 本以为能逃脱高家的控制,实现自己的治国才华, 但他还没高兴几天,高杨就派人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 永定八年,高杨派遣手下大臣,劝孝敬帝善让地位, 当时的国家大权都掌握在高杨手中,孝敬帝根本不敢不从, 于是从这手开始,北齐正式建立高杨登上地位, 这一开始,高杨的行径绝对是一位好皇帝, 他整顿官吏,完善法律,修建学校,关心民生,征战四方, 也算是为后世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情,但这种样子没能持续多久, 变态基因又占上风高杨,对酒是真的上头, 只要有酒喝,那他一定要喝醉,喝到人是不省的那种, 而且他喝完酒之后还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那就是裸奔,每每喝醉时,高杨就会宽衣解带, 大笑着在宫内奔跑,无论是在炎炎夏日, 还是在酷暑寒冬,什么都阻挡不了他一颗追求自由的心, 要是普通人家的傻小子,那自然没人在乎, 可他贵为天子,这就会引起另一番景象, 高杨光着屁股在前面跑,身后跟着一群太监宫女大喊着, 陛下当心,陛下当心,另外他还有另一个癖好, 那就是浓妆艳抹,身穿肚兜四处游荡, 仿佛全天下的女人都无法满足他,只有自己才是最美的, 甚至有十九道兴起之处,他还会当众穿着肚兜跳起厌舞, 真是辣眼睛,痴迷色情,强占人妻, 若问谁对红尘的痴迷在北戚皇帝中最强, 那就一定会是高杨,变态这个词就是为高杨量身打造的, 高杨有一妻名为李祖娥,她有一姐姐名为李祖伊, 嫁与东魏亲王为妻,此女子生的美艳动人, 让高杨对她面念不忘,于是在一次前往东魏亲王家中饮酒时, 她趁此机会调戏李祖伊,夫妻二人都感到不适,面露不快之色, 而这也引起了高杨的不满,都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高杨时刻惦记着李祖伊,他随意找了借口, 照东魏亲王入宫,将他乱箭射死,随后为东魏亲王设置灵堂, 照李祖伊入宫后,直接在东魏亲王的灵堂前, 玷污了他的妻子,另外,对自己父亲的小妾高杨也不肯放过, 他的树母耳珠英娥,曾是高欢最宠爱的小妾之一, 还为高杨生下了两个兄弟,可高杨此人,爱美女只爱美貌, 不管身份,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和树母私通, 但受到耳珠英娥的拼死反抗,高杨一怒之下就将其杀害, 在他当权之时,对朝臣的妻子也没少做此事, 如果对方顺从,那自然皆大欢喜, 但如果对方不从,面临的也只有被杀害的命运, 以杀人为乐,制作人骨琵琶醉酒之后, 高杨喜欢杀人取乐,每次喝完酒, 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无论是自己的臣子, 还是臣子的亲眷, 他看到谁不爽,就会将其赐死, 为了供高杨杀人为乐, 宫中甚至还经常把一些死囚犯带到高杨身边, 让其服侍高杨, 臣子们为了给这些死囚活下去的动力, 甚至还答应他们, 如果能在高杨身边待上三个月, 那么所有的罪行就会被罢免, 朝中当时有位大臣名叫李吉, 他多次劝解高杨不要如此行径, 但高杨怎么可能听, 最后李吉被高杨拦腰刺死, 高杨的小妾薛氏长得貌美动人, 高杨也十分宠爱他, 薛氏在入宫前曾在红尘之地工作过, 甚至还与当时的和亲王高岳有过一段姻缘, 开始服侍高杨之后, 高杨便一直怀疑薛氏还与自己的兄弟有所关联, 于是将自己的兄弟赐死, 紧接着在一次宴会之上, 高杨掏出佩刀, 砍掉了薛氏的头, 并将还留着鲜血的脑袋藏进了自己的怀中, 看得宾客们全都挤背发凉, 而至此高杨还不满足, 他又亲手将薛氏的肢体分割, 并用薛氏的腿骨做了一个琵琶, 甚至还自弹自唱, 家人再难得, 即使这样, 他还是为薛氏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 在葬礼上, 高杨像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一般痛哭失声。 在高杨去世后, 接下来的两位皇帝还算是相对正常, 但在位时间都不久, 而剩下的继位者就再也没能让朝廷保持平静, 几乎都是荒淫无道, 昏庸无能之辈, 直到最后一位皇帝高横被俘虏杀害, 北齐终于消失在了历史的车轮当中, 也有说法称高家是鲜卑族, 与我们的文化不同, 我们所谓的伦理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值一谈, 但至少暴虐成性是真的, 任何一个明君都不应当如此吧。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